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帶大家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先來看看石門水庫這邊的機師影像 哇 太陽彈出頭來了 看起來場景滿美的 那麼今天其實可以把握好天氣 就週休假期來到了週日 明天要上班上課 趕快把握今天的好天氣可以四處走走 因為今天的高溫 大概全台各地都在32度到35度左右 而且都是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不過雖然說我們看到 這個水庫的部分像是淨如止水 但是如果想要去海邊玩水 可得多多留意了 我們就看到現在其實因為 間接的受到長台海旋的影響 所以很多地方都已經是有長浪警戒了 包含我們也可以看到像是馬祖這邊 這個長浪已經逼近4公尺高了 所以說一定要特別留意 還有包含是整個沿海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都有1.5到甚至2公尺 2.5公尺的浪高 這是剛剛稍早觀測到的情況 所以說提醒您今天沿海 其實都有一些強震風的情況 再加上說受到颱風間接的影響 所以包含整個東北角一帶 整個東部地區 到整個南部的沿海 都要提醒您特別留意了 那麼現在颱風的最新動態又是如何呢 我們就來看到了 其實現在長台海神的位置 距台灣很遠很遠 而且基本上 它直接的朝著北北溪的方向前進 會影響到的就是日本南端這邊 以及往南韓方向來直撲 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天氣影響 但是就是剛剛提到的沿海要特別注意了 而它現在的位置 是在台北東方的960公里的海面上 不太暴風半徑 其實範圍很大喔 它的七級風暴風半徑是來到了300公里 不過好家在 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天氣影響 就要看到衛星雲圖的部分了 衛星雲圖可以看到現在強台海神的位置 持續我們可以看到它整個的雲帶 其實是拖得非常長的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台灣這邊上空 算是非常的乾淨 所以說它其實不會直接的影響我們的天氣狀態 頂多就是沿海部分的影響了 而且今天整體來說 這個水氣是偏少的 所以今天群台各地都有好天氣 不過由於今天是偏北風的影響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 包含中部雲加南還有高屏地區 就空氣品質就稍微差一些了 所以提醒您也要特別留意 外出就戴個口罩吧 那麼天氣走失的部分 紫外線預報圖的部分 帶各位來看到的是 今天全台各地剛剛講到 多雲到勤的好天氣 這個太陽有多辣呢 來看到全台紅通通的一片 通通都是過量等級的 所以也要提醒您出門在外 做好防曬工作 以及多多補充水分 不要中暑了 天氣走失的部分 帶各位來看到的是今明兩天 把握好天氣 因為接下來這兩天 雖然說只有山區 可能會稍微有一些午後雨 不過接下來水氣就要變多了 什麼時候開始變天呢 大概從週二開始水氣明顯增加 所以整個的東部 東南部都會有短暫陣雨 還有各地也容易有 這個午後雷陣雨的情況 之外就是在清晨的時候 西部容易會有些零星降雨的情況 那麼一直到週三開始到週末 由於這個低壓帶的影響靠近過來了 而且這水氣剛剛講到是比較充沛的 從週二開始是個間接的過渡期 到了週三開始 各地都會容易出現短暫陣雨的情況了 地面天氣圖的部分 帶各位來看到的是 今天晚上的這個地面天氣圖 預測可以看到 這海神的位置已經暴風圈 可以看到 掃到了日本以及南韓這邊來了 所以說它現在慢慢的遠離來說 對台灣的影響 當然是從本來就已經沒有直接影響了 當然是更不會有影響了 不過在週三剛剛講到 週二開始有一個過渡期 週三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邊有一個低壓帶 明顯的靠近 從這一邊帶過來的水氣 就會來影響到台灣的天氣狀況 所以到時候 全台各地都會容易出現短暫陣雨的情形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 提供給您